我想有兩年沒有加價 麵包更便宜 這區比較多一些老人家 如果多五毛錢或對它都是一個負擔 以麵包店來說我們款式不算多 我們大多數都是懷舊麵包 而且因為地方所限 你做不到太多東西 長哥在大角咀 只得100呎的店鋪開麵包店 已經有30年歷史 兩年前師傅離開 剩下他一個人做麵包 辛苦了 要早起床 我現在要1時鐘回到來 半夜要起床猜粉做麵包 天未光就要送貨 成本變得好很多 我不用付出師傅的薪金 如果請師傅又分分鐘要起價 我就用足料 我普通1小時的麵包 都有4至5盎司 有些大機構有地方 去計算工資 他要計算毛利 我不用計算毛利 我就益食家 五六年前 他氣用豬油 而轉用植物油 要重新研究配方 保持質感鬆軟 但令到長哥最自豪的是 想我熱一點還是毛熱 如果熱一點 就有一分鐘就出爐了 我們的蛋撻 是我研究最成功的 幾個小時都可以鬆脆 長哥就不想公開備方 蛋撻每日賣十幾盤 好受街坊歡迎 每逢星期日 還二賣蛋撻 每賣出一個 就捐1元給一個舊貓組織 在剛剛過去的星期日 第一次舉辦就賣出了 超級厲害 我們都沒試過 賣出了1050隻蛋撻 幫得多多 日後人家都會幫我 我老了 長哥也不是一帆風順 他原本是發營屋老闆 後來和拍檔出現分歧 而拆火 繼而接手哥哥的麵包店 一切由零開始 最記得我哥教我 一件事是教我鏈蛋撻 阿慶祥 你看著 我教你鏈蛋撻 只是做一次 從錯誤中學習 我條路是很艱苦的 因為一失去 我就要想一下 為什麼會這樣 通常打得久 或者打不夠 做麵包工作辛苦 長哥其實比較喜歡做髮型師 每個星期 都會去到老人院 重操故業 免費幫老人家剪頭髮 麵包 你沒理由一個麵包 無緣剪它幾份 對吧 對吧 但是 化形屋的創作多很多 但是現在 做了 就唯有在這行 繼續努力